滿布鐘乳時形成的石柱 石塔 全長一公里的溶洞 因為沒有洪流侵入 保存狀態良好 讓探險隊驚喜連連 尤其這兩座蓮花盆 揭曬圓潤的優美線條 更是讓隊員們相當驚嘆 探險隊共發現了 八個大大小小的溶洞 其中一個洞穴大廳的地上 就鋪滿了大小不已 洁白圓潤的洞穴珍珠 踩在上面就像是柔軟的沙灘 而最大一處的面積 甚至達到200平方公尺 在全世界的溶洞地形中 都相當罕見 這個洞的話 就是裡面的生存物非常豐富 也有很多的穴珠 整個的洞道就是比較寬敞 科考過程中探險隊還意外發現了 一個350公尺的巨型天坑 從空中俯視清楚可見 由於周圍植物相當茂盛 隊員必須藉由繩索垂降 進行考察 下面有一些比較上面 就是比較少見的一些植物 這下面落石有點厲害有點危險 就是那個很鬆的石頭 風化有點嚴重 探險隊員介紹 天坑除了地貌特殊 更因為與外界隔絕 形成了不一樣的氣候 和特殊的生態地質條件 是研究生物多樣性的絕佳場所 記者唐一泉從頭不倒